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昨天更新了一條片, 講了老公眼中看澳門是一個什麼狀況, 就說是一個打工的天堂。 今集上網見到有兩個貨文在Facebook上出來, 講了這些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或者年輕人, 他在澳門找工的情況到底是怎樣呢? 對他們來說,到底是天堂還是地獄呢? 我們先看第一個鋪文, 第一個鋪文說他在2020年的澳大畢業生, 在2020年開始就不停找工, 中途去了讀碩士,現在都不埋業, 到現在都未找到工作, 這段時間都傳了百份CV見了幾十份工, 什麼職位都見齊了。 他又說到想找一份一個星期翻五日, 人工一萬元就算的工, 原來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他說還記得之前見到一份工, 就是一個很深刻的經歷, 他說是某一間博企時見人事報, 想著什麼都為了試一下, 然後就給個HR說他, 你又不是公共行政不合職位, 還說你這樣的學歷,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是對你的職位呢? 他又說, 當時忍著沒有薄到嘴, 他說到現在的心就好累了, 開始在想, 自己到底是哪裏不夠努力, 找不到工, 在想要不要試試去日本, 或者新加坡其他地方, 試試找工, 順便轉換心情, 這個其實, 如果你說一個星期翻五日, 我自己來講, 其實我剛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都是一個星期, 就有六日的雙休就比較少咯, 對咯, 人工一萬元, 現在來講真是算好難找咯, 現在一萬元又是做寫字樓的話, 應該都好多人是爭崩頭的爭咯, 可能他開一個文職位出來, 是單單這個文職位已經收到百幾份的CV, 是好恐怖咯, 以現在這個狀況, 跟著咯, 另一個鋪文, 就另一個人來的, 他說澳門現在的狀況, 就不同以前咯, 他大班人沒事做咯, 他在勞工局的網站, 見到一份送貨的集務員, 去到見工咯, 一入門口, 就見到一排排坐了在那輪著見工咯, 跟著咯, 他說到他那時大概問咯可不可以及時上班, 送貨要搬搬抬抬抬那行不行咯, 然後他又說得咯, 他說隨時可以上班, 月薪就六到七千左右, 他說你想放下要求, 打算有工開就不錯咯, 怎知叫他回去等通知, 幾個月過咯, 都沒有通知, 現在就真是難找工咯, 另外還有一單, 亦都是在Facebook那裏見到的, 是人家Cuttlecut給我的, 那這個網友他又說, 想同大家分享下近來找工的經歷, 他說全部都是朋友和自己的親身經歷感受, 他們都是近年先畢業的真澳門人, 他這個長文來的, 咯我們看看, 他說第一, 招聘廣告上面寫著請全職, 實際去到全部澳門人都是做兼職, 請老公就做全職, 這個通常是長造有工社保, 但HR排得好少間, 理由是些什麼大家都知道, 全職的人基本上都是外勞, 得那些額頭或者內部算是有幾個澳門人, 第二, 整日都要出現在這個招聘網站登報紙, 請同一個職位的全職, 去到你一定是過不到試用期, 玩完手段去逼你走, 一年內同一個位逼走了幾個都是內地人, 你又見他日日都跟勞工在線上面試, 他請到勞工就等於你可以爛了, 而且他們卡上面跟實際上的工作位置根本不一樣, 和大家所知的事實都是一樣, 又是在搞這些事情, 第三, 他說一直重複報, 基本上傳去都是沒有下文, 好像發出給空氣一樣, 因為一直有在找工, 都留意到同一個位置是報了很多個月, 通常回六日的人工是七千五、九千和一萬元左右, 其實他所列出來的這三個點, 是很常見的, 真是我自己都見過有很多, 因為他們等於這樣的, 我請了你的兼職, 你的入職和社保入了, 入完之後我再去申請勞工, 勞工批了, 炒過你, 跟著到那時又要逐勞工期又或者怎樣, 我再請澳門人, 就這樣周而伏似, 這樣是在耍我們, 所以這一個現象不是一個單一現象來的, 其實勞工局應該是有辦法查得到的, 不知道他會怎樣跟進, 跟著我再看下邊另一個部分, 他有場文來的, 跟著這位網友亦都講到, 他說我們的上一代做近一個穩定的工作, 譬如是公務員的親戚、長輩身邊的人, 他們永遠就見到我們被人炒, 都會說給他們聽的, 就一口咬定了, 你是廢青, 你無能力, 一上班就知道你無料, 有辭職不做, 那現在的年輕人為何這麼不熬呢, 有錢收你還想怎樣呢, 我們以前人工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千元就是這樣, 你七千五元, 還嫌三嫌四等等等等, 他說他們都是明白的, 但其實一直都不是說他們不想不肯做, 是這兩年他們一直都很努力, 那翻了幾份兼職, 一個星期翻了七天, 都總算有個五位數了, 他說終於了, 在今個五月份的五月頭, 是找到一份自己一直想做的工作, 他好珍惜這個機會, 就馬上辭職, 辭職在手上幾份兼職工作, 一心一意努力專心去全職工作了, 怎知政府在五月底, 突然推出了一個增聘失業澳門人, 有一九九六百的補助計劃, 當時他知道大鑊, 他老闆是出名, 有善心經常捐款, 你是同自己講, 不會為了那小小補貼炒他吧? 還有他亦都講到, 他老闆是知他辭職這兼職, 一心一意來回這份工, 他覺得自己人工不高, 這裏可以說疫情之下算是穩定工作了, 怎知六月中疫情爆發, 之後宣佈呼籲在家工作, 外面仍未有解僱潮發生, 而他已經在六月底收到解僱信, 理由就是, 疫情不知搞多久, 沒什麼工作可以分給他在家工作, 他說當時的腦海是一片空白, 我兼職辭職, 全職竟然成為他真正的失業, 沒退路了, 然後他天天都在房裡哭, 一直都反省自己是不是上班做錯事, 覺得自己好無用好廢好垃圾, 情緒是貧臨崩潰, 然後換來就是上一代人跟他做訓話, 說他到底是幾無用被人解僱, 實是你廢了, 又是覺得辛苦辭職不做等等。 他說自問, 自己已經全力以赴,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再用你們和平的時勢去看現在的澳門呢? 他說現在的澳門很多僱主真是不會跟你講心, 全部就是看錢和勞工, 你們有試過這幾年找工嗎? 你們真是明白外面現在有幾黑暗有幾好笑嗎? 他說再講下他的親身經歷, 曾經是應徵一間商場店員, 去到原來是一間剛剛才租未打理整理的店, 第一日上工就打理打掃得七七八八了, 怎知第二日就請了更合適的人所以炒了你, 後來發現原來是沒請到人, 只是騙人來幫忙做清潔整理。 另外很多人也都以為學校就沒有受疫情的效, 這樣啦,收入就不會因為疫情而少, 就好安全穩定以為好有人意好有人情味, 身邊的人同自己都經歷過疫情期間, 被人解僱,私用期未過即日再見, 有些學校的職員非教師, 基本上都是換人換得好快的, 未進去做之前都不知原來外勞已經入侵賣學校了, 以前自己都不太了解為什麼這行會這麼容易被人炒, 有自己以為被人炒是人的問題, 但是到了自己親身經歷才知道原來這個位是有幾安全套, 有幾無奈,有幾傷心。 而他就希望跟他一樣經歷過的人就不要灰心自責, 曾經他都試過每天屈在房裡好不開心, 覺得自己好無用好廢, 同輩的壓力,上一代的長輩親戚的說話 都令到他好大壓力,晚晚睡不著, 一睡著了就夢到被人炒了那天的情境, 因為今次真是以為自己終於安穩, 就給了太多的期待了, 但是換來的就是貧臨崩潰的邊緣, 他說之後跟朋友聊, 才知道原來身邊的朋友都有很多這些這樣的經歷, 他說多謝那些朋友一直都沒有放棄地跟他說, 叫他不要自責, 就說不是他問題了, 你很努力, 這個是澳門現在的事件問題, 亦都是理解為何僱主疫情之下不可以蝕的心理, 因為不會缺求職者, 需要那時就再請咯, 加上現在有增併澳門人的補貼計劃, 他說現在僱主請人或多或少都是會看這行符不符合要求, 最後希望同樣因為這種經歷而心情低谷的大家, 跟他們一齊就可以走出困境, 不要灰心繼續努力了, 他說希望長輩都可以多些理解和明白到他們。 這三個案子都是在網上找的, 內容是我自己認為都很貼近現在的情況, 現在澳門就好像他們所說那樣, 是這麼惡劣的, 是對年輕人來說, 可以說得上是地獄級的難度來的, 以前找工作很容易的, 現在找工作, 總之他申請到勞工, 他就會解僱你的了, 是這樣周而復始地做的。 還有剛才最後一個個案子, 那個個案也是說得很對的, 說了些什麼呢? 他又說了, 現在根本就不會缺求職者的, 所以他解僱你, 他是沒有任何壓力的, 隨時隨地都可以收到好多的CV過來, 就叫做補充到的勞動力, 甚至乎再請回來的人, 成本也是可以更加之低的。 還有我們看回那些個案子, 人工都是七千五, 六千幾, 九千元, 一萬元, 是沒有人要求過超過一萬元的, 因爲如果是按照現在的狀況來看之後, 我們澳門年輕一代的人工是會極度拉低了, 就是這一點已經是跟澳門之前黃金的十幾二十年是已經完全不同的了, 所以這代年輕人是會真真正正接受到的挑戰, 再加上現在這樣的人工水平再加上高樓價, 高物價, 講緊賺這個人工如果不跟家人一齊住的話, 你連生存都可能好有問題的了。 好了,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你們點睇今集的內容, 下邊留個言話我就知道,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